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做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辄的动力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就是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就是压着这个坐笔以后 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 就是出这个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这个心里面 就是观想 就是从无始以来 就是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成心为主所造的 一切罪业的话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 这种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出 出这个三次气 这样就是拍这个三次气 双速度这个坐金刚拳压着大腿的格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这个痴性为主而所造的 一些罪业呢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排出 就是这样呢 就是拍这个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启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 获得这种降测 啊啊哦哦哦哦 喔哦哦哦 日日截这里 噢啊哦哦哦哦 日日截里 噢啊啊啊 可看各个颜 こうすれば,宜家も帰ります。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行事 让他们获得圆满震灯剧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 就大概一次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啊 就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重提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呢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你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能这个生起来 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点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 就是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 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你没本作像老虎人的公家都翻破了心意了 练完那一佛的话 上师融入了光 光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暗住 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形式 也不能迎接未来的各种一些分别的事情 就是什么都不执着 就这样的境界当中暗住 如人数目于霍书入霍中 如人数目于霍书入霍中 由此因为众生有颠倒分别的自主 痛苦它以为是快乐 就是痛苦以为快乐 那么这个道理昨天已经讲了 我们世间当中的很多的众生的确也非常可怜 本来是痛苦的本体一直认为自己是快乐 那么这个用一个比喻来说明 这个比喻就是说 就像一个人 这是顺便举一个例子也可以 当然这个偈诵有两种解释方法 第一种解释方法 就是说我们世间当中 顺便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人他想获得这种清凉 然后在冷水当中一直洗澡 就是沐浴 洗冷水澡 然后他整个全身非常的寒冷 大家应该清楚 如果在冬天洗冷水澡 或者是在这种过程当中非常的痛苦 然后他又马上为了解除这个痛苦 而到火坑里面去 靠火 当然我们人的肉身跟火解离之后相当的炽热 然后这种炽热痛苦不断地产生之后 又不断地到冰冷的水里面去开始沐浴 就这样反反复复 然后又冷了以后到这个火里面烤 然后热了以后又水里面洗 那这样的冷热交替 也就是说反反复复地这样的话 那这个众生会不会很痛苦的 但是有些人因为极其愚痴的缘故 就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这种痛苦 而且自己的行为是颠倒的 也就是不如法的 反而认为这是一种快乐 这是一种享受 认为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 当然一般的顺便有一个非常愚痴的人这样做 就是作为在这里的比喻 这样来理解也可以 或者说在有些讲义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现在圣能外道有些外道他们提倡 我们众生罪业比较严重的 那么这种罪一定要很合的水来进行沐浴 如果沐浴的非常多 这样的话自己的罪业得以清净的 这是一种外道的宗派 还有一种宗派认为我们身体的罪业 应该是用火来烧尽 因此他们要搞五火的金星 头上有太阳 然后四周有四大火堆 人在里面开始叫难 如果这样才能够获得往生 才能可以得清净罪证 那么这种做法其实是非常的愚痴 也是很愚昧的这种行为 可是我们世间当中的许许多多的众生 表面上看来这个人很明智的 很有智慧的 但实际上就是刺激自己 麻醉自己 因此我们现在世间当中的 有些感受和有些的生活 越来越一直和接近他的话 你的这种苦手不断地会增强 所以我们现在世间人通过各种方式 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然后采取种种方式 可是有些时候适得其烦 并没有获得真实的效果 反而自己深入非常可怕的深渊当中去 因此我们应该向一切办法 在佛教当中所讲到的这些 断除贪嗔痴的许许多多的这些教言 应该三反复复地去修持 这样修持的话 我想是城墙上网的这些高僧大家 依靠这样的妙道而获得殊胜的果位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是诸众生 度日若无时 今生造死杀 何时多恶举 那么下面就是像这样的众生 前面所讲到的在轮回当中受苦的 就是真人 耽著世间的各种事物的 这些可怜的众生们 他们的度日 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好像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对人的身老病死 好像知若亡文 觉得无动于从 就无所谓的这种态度 现在好像世间上的这些人 根本不需要死亡的 即使你死了 不会下地狱 自己有种 获得很高的境界那样的 就很多人是这样的 当然这个也是有各种原因的 有一部分太愚痴了 人家自己的喉舌都根本不明确的 有一些人基本上可能相信这一点 但是因为自己的业力就非常深重 每天都是随着世间的八法而耽著 除此以外 没有真正的修行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世间当中的很多的生活 整天都是可以说是迷迷糊糊的 而没有抓住一个重点 去实修 以前的高僧大德们和真正的这些古人 也有很多非常神妙的修行方法 可是我们现在可能看得多 听得多 种种的原因 放眼整个世界 看到很多众生 每天都是迷迷糊糊的 就是得过且过 除此之外 并没有真实的境界 因此我记得法王如意宝以前在一个 他的金刚歌 金刚歌里面说了 如今大地运运中 整日造恶放逸心 如今大地上的运运众生 整天都是造恶业 放逸而心 然后其余死亡已远离 难道地狱一小时 他说 是不是众生不需要死了 死亡已经远离了 而且地狱是不是早就已经没有了 已经消失了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众生 死亡阎罗族 一天比一天靠近你 而自己就像西日罗山一样 一天比一天前往死亡的道路 可是许多众生 正因为愚痴的原因 自己也是不知不觉的 每天都是觉得 好像行持善法的这种事情 就不需要这样做 每天睡得很想 放逸得很开心 但这种做法 最后一定会是感受种种的痛苦 死生夺取了你的生命之后 那谁也靠不住的 哪怕是有多少个人帮助你 也是一刹那间 也是留在人间的这种机会都是没有的 不是网上进去的生命之间 这种机会是適合避荡面 这是有象徒的 那我们要发生的这种旅行 感情感觉是有象征性的 也要求是什么 我许多众生一切极了 多众生给这种提供 这个创应变是在一起 尽不准心意 是有象征性的 对象 t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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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讲的第二个 心想 因为前面讲的对境的可怜众生 现在我们真的要心里面做的这种想 也就是说我们在《现观众论》里面经常讲的所缘和形象 在这里像是心的一种形象 那么分两个方面 愿利乐和愿成利益之因 首先就是像我们发愿 让所有的这些众生获得这种利乐 获得安乐 这里就是说 作为通达了空性的菩萨也好 或者对我们作为一些闻思空性 获得心结的 这样的人来讲 对可怜的众生会生起极大的悲心 然后自己也会这样发愿 当然在这里 寂天菩萨也是最后讲智慧波罗蜜多的时候 以终结的方式来发愿利益众生的 发愿利益众生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暂时利益众生 一个就是究竟利益众生 那么首先暂时利益众生的话 我们应该这样发愿 我什么时候自己的福德的运 就是福德前世所积累的 比如说布施 慈劫 还有行持安忍波罗蜜多等 犹想的福德所造成来的运 这个向运 这个向运当中 将下消除一切众生的痛苦的 这种安乐的运 让众生真正身心 获得快乐的运 什么时候我能讲下 让众生快乐的运 其实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 发愿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大圆满》的讲解里面都说了 每一个修法 都要具有三种观念 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 让众生但愿获得快乐 这种快乐的话 就是用我来做到 众生多么快乐 多好 让我来应该让众生获得快乐 而这样的这种愿望 能实现欺勤三宝加持 用三个条件 始终都是反反复复地要用 因此在这里也已经再三地讲了 我们但愿让众生的各种痛苦的祸 以我们的慈悲与水来降下来 如果我们即生当中 实在是无论威力的话 我们也要发愿 乃至生生世世 以我这种佛德的愿 能熄灭他们众生的 各种身体和心理的痛苦 平时我们念经也好 专经也好 或者说磕头 各种善心的时候 就心里面某某的这样的发愿 这样的发愿的意义和功德 那就无法形容的 所以为了自私自利的发心和发愿 没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 一定要想到 我们现在虽然是一个凡夫俗子 但是我乃至生生世世 一定要以我的福德 以我的各种功德来利益众生 吸出他们的各种痛苦 这就是菩萨的广大发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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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Heh blend 我叫了君岩轨的广大发愿 这就是菩萨的广大发愿 这个叫菩萨 glaube Bam 这个 0 感谢观看 那么下面讲究竟的发愿 愿成利益之因 何时心无缘曾经继伏得 与之有众生开始空性离 那么刚才我们前面发愿 就是熄灭暂时众生的痛苦 其实暂时众生的痛苦 解决不了彻底的 也就是长久的问题 就像我们一个病人 暂时给他打的止痛症一样 暂时给他吃了一些止痛的药 暂时有一种缓解的作用 但是实际上是不是他的病根全部残除 并不是这样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暂时在一个地方办一个学校 或者是给一些老年人把废墟里面拿出来救一个命 这个是暂时利益众生 但这个我们要不要做呢 暂时利益众生也要做 这是做是要做 但是从究竟上看来 解决不了众生的最大的问题 那么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最后我们自己应该有早一日具有无缘的智慧资粮 什么是无缘智慧资粮呢 大家应该清楚 能取所取 或者一切执著全部都没有的 就是薄弱空性的 三轮提空的无缘智慧 一旦我们真正通达了证悟空性的话 这个时候有无缘的智慧资粮 然后对高僧大德和诸佛菩萨 以虔诚恭敬的信心 所积累出来的有缘的福德资粮 福德资粮 我们就是做布施 做各种行持的福德资粮 这两种资粮是智慧和福德双云 自己一定要通过 精进地修持以后圆满 如果自己二种福德智慧没有圆满的话 我要先给色素别人 给别人传讲的话 也是有点不实现的 所以我如果有了这样的智慧 也有了这样的福德 那么我对天下无边的许许多多众生 有缘的这些众生 他们对根本不实有的东西 反而执着为实有的 有强烈的执着 有强烈的这些执着 可怜的这些众生 我要给他们讲述佛法的空性道理 如果没有空性的话 这个解脱很难得到的 所以龙猛菩萨也是说了 诸佛辟知佛 然后并诸圣文人 诸佛辟知佛 并诸圣文人 解脱唯一会决定无有余 就是说我们世间的神文也好 圆觉也好 菩萨 佛陀 他们唯一的解脱是什么呢 就是依靠空性智慧而得到的 如果除了空性智慧以外 其他能解脱的根本的这种因 绝对是没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兰盡 第一次 energies 由于都心理下 一在文池阳文集合 白沙刘 一旦你能解脱的文池 在文池原里面 景致会 现象的麻吉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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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